各位觀眾朋友,我剛剛在郵局拿到特許信件 我相信這就是一個真實的信件,未開的 那我就覺得釋除,因為現在開的特許信件 這個就是一個有印章正式確認,我在9月30號已經沒有英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我就會將這份信件交給企書長 同事如果要去看,就可以去看,因為實際上有很多自己的 personal data 即是自己的東西在那裡,這張信件我沒有理由查完給別人看 所以我希望全球都看到這個,我的印就在這裏的,9月30號 好的,好的,好的 我們在前面,水人 剛剛剛才去黃河島,那島新鮮越南 所以這裏寫著,我這個就是,我這個就是,我拿著香港特許的移椒 我的名字是5多,然後這裏的特許信件,內建的特許信件 是確認了我已經是用了英國的拘留 內容是一個表,我前的表,寫了我的名字,住址,地址,出生日期 然後它就蓋了這個印,這個印就證明了我的表 那我的標題就是這個,這個案 其實它英國的國籍法,我們也說它放任了英國公司 那都有時候,要看兩篇,如果大家看看 www.w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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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看兩條條例的,英國國籍法是不齊居留權 就留意到英國的移民條例的訴訟 那條例那裏說,沒有這個公民新聞,即是鎮居留權 那我想我們幾十三年來公民證據 等今天可以順利宣傳 好的,那我就交給秘書長,副秘書長 我就在副秘書長和同事之下,就讓他們去看一看 好嗎? 好,等一下 我給那個魅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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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 Ş 我給那邊的機會先 好了嗎? OK 接著可不可以講一下感受 今天搞了這麼久 你終於拿這個東西出來 證明自己 你覺得今天寫有什麼感受 其實就是 我其實對其他議員 我覺得真的是自協的 有這樣的事情 還有市民支持我們的 自協在立法會搞得這麼矮的事出 實際上呢 法律程序已經在9月30日說了 葉太作為一個專家也都說了 不過有些議員就是 一路一路去追著這件事 其實最終是有了一個 扔了印的寄回來給我 就已經是所有的文件已經是呈存 是證明了我已經在9月30日 是放棄了英籍的了 所以我希望呢 就跟大家呢 親自交代新鮮熱辣 在傳媒面前開的 不要有一陣子又說我是造假 所以這些嚴重指控呢 作為我的同事呢 都是應該要反省的 未來那四年呢 我做主席也好 不做主席也好 其實立法會的同事呢 都要一起為七百萬市民去工作 而是胡鬧鬧浪費我們議會的時間 而幫不到七百萬市民呢 其實一個是很浪費公帑的地方 所以我都希望呢 感受是無奈的 不過我就覺得這些事情呢 都會遲早發生 那我是希望呢 大家用一個正面的方式去處理立法會的事 有問題 當日你報名參加工業界第一 這個提名表格的時候 你上面是有沒有申報的 有報告的 我在英籍的 有申報的 有申報的 我們進去開會了好嗎 進去開會 進去開會 進去開會再問 好嗎 謝謝 謝謝